大家好,今天1月7号星期五 今天呢,大盘一开盘就往下重挫 可是重点来了,先开高 你要记得哦,今天大盘是先开高 尤其是期货,直接开了比昨天的夜盘 18430还要高,开在18459 最高来到18478,那相对的 来到这个高点,你想到什么 周董呢,只能跟大家讲,我说呢,答案很简单 既然呢,你开的比昨天的夜盘还要高的期货 相对的,你呢,要一路往上走 还记得我跟你讲过吗 我说呢,台湾股市呢,其实没有秘密 所有的当天的多或当天的空 全部呢,都会在开盘价显现 这是呢,现货的开盘价 好,那现货的开盘价,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早上开高,对不对 开在18400左右,那相对的 开在这个点位呢 虽然那五分钟,这是五分K 虽然那五分钟呢,有往上走 可是重点来了,你开盘价要守住 那为什么开盘价要守住 其实呢,答案就在 为什么我们敢讲 8点45分,一月台指期的开盘价 就是当天的多空 也敢讲,9点开盘的现货指数 当天的开盘价也是多空关键 答案就在,你有没有想过 早上8点45分之前 所有盘面上 不管是台湾,日本,韩国,美国 所有的利多跟利空 同时大家都完完全全知道 既然大家都知道的话 今天呢,该开在哪个位置 一定有人要卖 也有人要卖 所以开盘价那个位置 是反映了所有8点45分之前 台湾股市的多跟空 也包含国外股市 因为呢,我们都把它消化了嘛 那买的,想要买这里 卖的,想要买这里 那相对的 这里呢,就完全的消化 8点45分之前 多跟空的消息 所以8点45分之后呢 才有新的消息进来 才有新的多空的角力 了解吗? 两个在打架嘛 角力战 那角力战呢,相对的 如果呢,多头够强的话 开在这个位置,对不对? 即使开高 它也会走高啊 为什么? 因为呢,我就是要一路嘎死你 那相对的 如果开高以后呢 往下走 那表示什么? 空头变强了 今天呢,会跌一整天 那为什么我知道会跌一整天? 因为呢,早上8点53分之后 我告诉会员 我说呢,一月台子期 开得比昨天一月盘的最高点 还要高 那当然很简单嘛 如果是完真的 完真的 那它会一路往上走 那它会一路往上走 所以呢,当呢 今天呢,一月台子期 早上呢 8点48分 3分钟 3分钟呢,跌破了开盘价 18459过后 我就想到了 我就告诉会员 我说呢 现在已经跌破了开盘价 早上开这么高 对不对 涨了100 记得是 大概150点左右 开了这么高了 对不对? 那相对的 它是不是掉下来 那掉下来呢 你可以看到 我告诉大家 我告诉会员 昨天呢 是不是有打一个 拉起来一个高档掉人仙 今天呢 又敢开高 一定要往上走 否则的话呢 它会跌一整天 那跌一整天呢 意思就是说 开盘那个点位是假的 假的 了解吗? 开盘那个点位是假的 所以呢 今天有人故意拉高 然后呢 要杀你一整天 杀多少? 现货呢 你可以看到 目前跌190点 期货跌多少? 350点 了解吗? 所以呢 今天早上一开盘 我们呢 就利用开盘的时间 把我们的 昨天呢 买进了扣 买进了选择权 全部出在最高点 获利两倍 那当然今天呢 我们知道说 那POOT呢 有跌的机会嘛 POOT会涨嘛 对不对? 那今天呢 为什么没有做POOT 给跟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呢 我们今天看会跌一整天 会跌一整天哦 可是呢 不认为会 急杀一整天 结果呢 今天盘是急杀一整天 了解吗? 今天盘是急杀一整天 那为什么会急杀? 很多人就想说 那可能是呢 跟病毒有关 Omicron 跟Omicron的病毒 来可能产生扩散啊 比如说呢 淘基这边呢 是不是已经有12个人确诊 那相对的 会不会传染到社区? 传染到社区呢 因为你知道 Miracron的病毒呢 传染力很惊人 所以呢 有可能像呢 我们呢 去年5月的时候 还记得去年5月吧 去年5月的时候呢 是不是呢 台湾呢 有一波的疫情 那相对的 大家想说 那疫情如果再起的话 会不会像上次一样 17709 跌到15159 那为什么呢 周董呢 今天呢 就告诉你 我不认为有这么悲观啊 为什么我不认为 有这么悲观? 因为答案简单 第一个 去年5月的时候 没有人戴口罩 5月的时候 5月之前 没有人戴口罩 所以呢 他其实呢 已经呢 从4月中旬啊 已经呢 慢慢的 在社区传染 在社区传染 还记得吗 过去的那个 新闻拿出来看一下 有没有 先是万华 没有没有 先是那个淘基 对不对 淘基那个旅馆 然后呢 再来是万华 然后呢 又听到宜兰 然后又听到什么 彰化 那彰化什么 来万华卖葡萄的 然后呢 听到什么 特殊族群 全台跑透透 所以呢 那个时候呢 的确已经燃烧了 一阵子 到5月的时候呢 我们才知道 事情 大条了 了解吗 所以呢 5月的时候 才戴口罩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那现在呢 现在就是为了预防 预防呢 当时候的病毒 他呢 因为我们没有戴口罩 所以社区传染的很快 了解吗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 我们有没有预先做准备 有没有从口罩 从5月戴到今天 了解吗 当然我今天呢 上节目没有戴口罩了 因为上节目呢 要跟大家见面 讲话呢 也不方便戴口罩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呢 口罩 是不是一路呢 我们出门都要戴 所以目前的疫情呢 我认为啦 那个R0值啦 也不会太高 不会太高呢 相对的 我们呢 就可以抓得到人 抓得到人 然后隔离14天 就没有问题了 知道我意思吗 所以呢 我没有看到这个盘 这么悲观啦 我没有看盘 这么悲观 很多人想说 那17709 跌到15159 如果在这边跌的话 那还得了 对不对 所以呢 可能今天这样的原因 目前呢 急杀重挫 可是呢 我们直接告诉大家 盘势呢 如果有悲观的情势的话 那一个点位一定会不守 什么点位 18000点 18000点不守 相对的 我们的脑袋呢 就要做一个转换 也就是呢 目前 目前还没有看崩盘 可是呢 当点位18000点被跌破 而且站不回来的时候 这个盘 就是整个反转 那为什么讲 这个盘是整个反转 是18000 来看一下 点位论呢 是周董发明的 也就是呢 这32年来的经验 因为呢 这样的经验呢 让我知道说 台湾股市呢 其实很简单 涨的时候 不要看压力 没有压力 跌的时候 也不要看支撑 很多人跟你讲呢 五日线 十日线 月线 季线 半年线 年线 有撑 我直接在非凡啊 连线的时候 或者呢 在我教学的时候 直接跟大家讲 没有撑 那为什么没有撑 答案简单嘛 要跌的时候 没有一条线可以撑 了解吗 大家都在卖 哪里撑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17709 我们把股票卖光光 让它跌到15159 这么快的速度 跌了2550点 这中间有没有撑 没有一条线有撑 了解吗 那一样的道理 我说呢 我现在没有看崩盘 对不对 可是呢 1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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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呢 如果跌破 我讲的是现货指数 18000点呢 如果跌破 而呢 上不来的话 整个大盘 就已经转空了 就已经转空了 那为什么我敢这样讲 来看一下 因为呢 18000点 说实在的 它是呢 整个形态的 关键点 你有看到 17709 离18000呢 也不过才差300点 接下来 18034 离18000 不过呢 多了34点 接下来呢 17633 离18000 不过差了370点 接下来呢 17900 我记得是98还9多少 差14点 差12点 有没有 所以呢 整个形态呢 你给他画一条线 18000呢 就是过去呢 大家所熟知的关卡 这个关卡呢 它不是马上过 这个关卡呢 它是过了大半年 好不容易呢 在这个点位 这个点位 慢慢的洗完了 两个月以后才过 才过过后呢 接下来如果呢 急刹往下反转 破了18000的话 等于说这一段 18000到18600 是虚的 是假的 了解吗 既然是虚的是假的 那相对的 整个形态就反转 反转你要记得 跌破18000 就没有支撑 18000也不是支撑 18000是你看的 关键 关键价位 它不是支撑 你要记得 周董的点位论 没有再跟你讲支撑 也没有再跟你讲压力 周董的点位论 就是很干脆的 一个点 一个点之上 都是多头 一个点之下 都是空头 就像今天开盘 今天开盘 期货开在 18459 这个点 不守 我跟会员讲 跌整天 跌到现在还在跌嘛 对不对 还没上去嘛 对不对 那相对的 我们呢 昨天做的call 先获利一趟之外 对不对 之前呢 是不是告诉大家 利用盘式往上走 先赚7倍 再赚5倍 盘式往上走 对不对 先赚2倍 再赚6成 晚上走 对不对 3成 4成 6成 6成5 1倍 往上走 对不对 3倍 2倍 往上走 对不对 5倍 5.5倍 震荡 对不对 45倍 所以呢 台湾股市 你要记得 未来只会更波动 也就是呢 如果18000呢 真的被跌破的话 相对的 这个市场上 能够赚钱的 也只有 周董 因为只有我会做 周选择权 所以周选择权呢 相对的 它是一个很稳当的 一个标的 也就是呢 我出手100次 我帮你获胜95次 了解吗 这中间呢 有5次 会失败 失败呢 你也不用太担心 失败呢 可能亏一成 亏两成 亏手续费 亏得很少 可是呢 如果赚的话呢 可以赚45倍 了解吗 可以赚45倍 了解吗 可以呢 10万块赚450万 了解吗 可以赚5.5倍 10万块赚55万 10万块赚51万 10万块赚27万 10万块赚30万 10万块赚11万 10万块赚6万5 6万3 4万4 3万3 10万块赚6万7 28万 10万块赚50万 10万块赚74万 这什么时候做的 1月3号4号 这礼拜一礼拜日做的 了解吗 所以呢 能够抓住台湾股市的波动 也就是涨 我们一定拜扣 跌 我们一定拜put 了解吗 稳稳荡荡荡的出手100次 要获胜95次 以上的高增率 我们呢 稳稳荡荡的做 所以呢 周董告诉你 我说呢 你呢 如果有100万资金 要跟我做 记得 不能一次呢 全部买100万 不要去奢望说 我100万买下去呢 今天赚7倍 就赚700万 不要这样奢望 是怎么样 100万 一次跟我买 十分之一 也就是10万块就好了 那10万块相对的 你就有出手10次的机会 再搭配我的高胜率 95%的高胜率 那相对的 中间的失败 你不会担心 可是呢 10万块 赚到了450万 你就知道 选择权很稳当 10万块再赚到20万 你就知道 我们稳稳的做 对不对 这中间呢 即使呢 有那个5%的失误 对不对 10万块亏一成 亏1万 10万块赚45倍 赚450万 了解吗 稳当的利用周总的高胜率呢 把未来的波动全部抓到 了解吗 那现在呢 我们的股票呢 大概只剩下呢 我们讲的 Google的伙伴 还有呢 2359 索罗门 还有另外一档 我讲过了 台积电的好朋友 就这三档 那剩下的呢 我们呢 就看18000点 能不能守住 那相对的 今天呢 没有做Put 没有关系 下星期一 我们一定进场 可是重点 下星期一 我们进场的时候呢 你要记得 你一定要在周董的身边 了解吗 所以呢 要把我的QR Code 把我的QR Code呢 扫进去 或者呢 来我的ID搜寻 小老鼠BEST168 扫QR Code 或者呢 在Telegram 你要记得啦 你要在Line搜寻 要进入Line的App 你要在Telegram搜寻 要进入Telegram的App 对不对 那搜寻呢 BSD1688 如果你软体都不太会用的 麻烦你直接打电话 0223219933 0223219933 下礼拜一呢 一定是玩大的 这个盘呢 绝对不会再整理了 了解吗 因为这个盘呢 波动性已经出现了 就像今天期货 从高点直接杀350点 所以这样的波动 不会再熟练了 下礼拜一一定呢 上下比400点更大 所以呢 下礼拜一记得 跟着总统 一起赚进 台湾股市所有的波动 今天节目到这里 谢谢大家 本公司以往就细效不保 节目来获利 且于所推荐分析 至个别有价券券 无不当之财务力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实险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